有人喜欢这颗梦想被吃掉的红小豆吗 今天我们就来拆这套红小豆求求你系列 拼装公仔盲盒 5加2 端盒是6个 也就是说你有可能抽到小隐藏 也有可能抽到大隐藏哦 因为是拼装盲盒没什么手感哈 这6盒都塞的满满当当的 我就把全套的重量给你们总结在视频最后 第一只抽到了游泳豆 还有一张专属于游泳豆的拼装说明 这是它的配件包 好家伙 打开袋子里边又这么多零件 话不多说 我们按照说明书赶快拼起来吧 这个塑蛋就已经很好玩了 拼装并不难 一两分钟就能拼好 当当游泳豆拼装完成 挺大一个 圆滚滚的超级萌啊 还给配了一个底座 这样就可以把红小豆展示出来了 相当nice 第二只搓澡豆 它每天都会把自己洗干净 梦想着被吃掉 虽然它一直也没实现梦想 但是并不妨碍它享受豆声 第三只胶油豆 它戴着遮阳帽 拿着相机背着背包 摆出登高望远的姿势 你们说它是不是去爬山了呀 隐藏 不愧是隐藏啊 还是雷射卡 这是小隐藏 它还拥有姓名 叫李建勋 这是一颗黑豆吧 它单手举着哑铃 用录音机放着音乐 难道是黑皮体育生吗 第五只喝水豆 它的帽子 水壶和背包 都有小鸭子图案 想不想幼儿园小朋友春游啊 表情也特别乖巧 最后一只铲嘴豆 不是 它这表情怎么这么欠啊 手里拿的这是薯片吧 想不想正在减肥的你 说服自己 吃点薯片不会胖多少吧 这六只可以自己拼装的红小豆 有你最喜欢的吗 快来告诉我吧 快来吧